大家朋友大家好 今天星期五四點後 上午政府參與股價署出了樓市指數 它反映7月份 是升的 但我們今天四點後中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又出了 今日報是189.52 如果細心有留意的 是跌的 是跌0.46 如果說樓市在兩個星期前 在八月十幾日的星期 破頂後連跌兩週 總共樓價跌了0.95% 可以這樣說 連續兩個星期在高位之後 就回了差不多1%的樓價 正常的 其實在七月尾到八月中 這段時間 市場上不利消息是多的 尤其是股票市場的波動 和疫情其實是反覆的 新的變種病毒 令到世界各大城市 對通關這個期望又少了 所以香港以這種形勢 我相信要到年尾才有機會 再談通關這個因素 但其中一個市場上 支持著樓市的力量 就是新界西 新界西的CCL 創出歷史新高 它對比上週 就升了2.27% 新界西的一個特色 它就是一千萬以下的樓價 樓盤居多 而且真正正是香港人的 內需的一個購買地區 在荃灣、屯門、元朗 都是屬於星界西 最近尤其是星界西 出了很多新盤 有一個Redland Season Bay 賣得很好的 上星期六 明日星期六賣第二次 大部分都是中小型物業 就算是二千萬來買到 星界西受惠林鄭Pan 加上其另一個因素就是白居然 其實政府的白居然常化五千元 對上三個月已經在市場流通 其實做出來的效果就是 白居屋第二市場 以及很多公屋的私人市場 買賣得的都破了新高 看得到香港市民的剛性需求是多麼重要 現在真是香港人買香港樓 全部是香港人買 但是中小型物業是主力 剛才提及過 股市的波動 其實去到八月中 是有少許改善的 在八月中 即是對上星期 無論一二手都變旺了 即是說最差日子 我看都是七月中 至八月中的三十天 我估計去到月底這段時間 是一路轉好 但是在指數和數據上的反映 其實就能反映到這三十天 是真的回落了下來的 這也是因為剛才提及的因素 我預測 另外有一個指數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明日星期六日 我們有一個 十大屋苑的預約看樓的台數 連續四周都下跌 印象中大家要留意 就是六百多宗 但是今天 明天的預約就是五百零二宗 就和我剛才提及的 樓價指數有幾相同 就是七月十多日至八月十多日 這一段時間 看樓量是每周每周下滑的 價錢也是剛才說的有下滑 是配合的 這個也是健康的 樓價一破頂 加上有少少負面消息 市民就冷靜地去停一停想一想 當有新盤的時候發展商 相對它的開價又沒有那麼進取 也會挺笨的 黃竹坑上角有個陽海又是開了價 它銀馬大一些 它的平均開單價 如果我們對上 進環就二千多萬 這個我們看過的價單 平均開單價碼就三千萬 如果這個黃竹上角 是屬於可以收集的一個 財富的保值的地方 所以它的買家就是 港島區有一批傳統收集物業的買家 很活躍 我相信這個盤的反應也是不錯的 八月應該是最後這個次的 中原成績指數 下次見面就是去到九月了 我預測都是有機會調整 兩週至三週都會調整下來的 政府那個因為它滯後 所以它還在升 政府欠0.9 不是0.15%的樓價 就能夠破頂 希望政府 參與股價處那個 可以破頂 因為0.15%確實 只要樓價升 它就會破頂 但是 調整了一個月 究竟它的指數出來 會不會有少許差異 也不奇怪 大家保重身體 疫情雖然說是差了 但是香港也做得很好 香港在防疫方面 有很多消息 隨著香港人的堅持 香港人的防疫 希望在未來日子裡 那個變種不會太影響香港 將通關這個希望 推遲兩三個月 去到聖誕 或者新年有機會去旅行 這也是香港人的希望 祝大家新見